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易经》当中有一句经文 很值得大家细细去感受 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气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理 我们必须去相信 去理解 去实践 你才能够体证 它确实是超越时空的真相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祖宗 假如能积累善福 必然辟印后代子孙 而炎黄子孙能够历经五千年而不罪 就是有祖宗的辟印 以及祖宗智慧的教诲 这个是真相 而我来到马来西亚讲课 也印证到这一句道理 马来西亚的华人 非常多 而马来西亚很少有天灾人祸 而且物产丰富 我听说是阿拉的第二个儿子 那为什么天灾人祸很少 我们都了解到 人心善的时候 风调雨顺 人心饿的时候 才会灾祸连连 我常常会去观察 为什么这一个国家地区 能够兴盛的原因所在 因为我们把音找出来 才懂得如何去效法学习 在经历过这么多的国家地区 马来西亚的华人 对于中国文化的沉船 使命感是最强的 我在去年底 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 看到非常多的祖宗忠词林立 这也代表在当地的华人 都懂得胜中追远 明德归后 只要人懂得不忘本 他的心地一定非常淳朴 善良 那我们这一次的讲座是 幸福人生讲座 那人生的福分 到底从哪里来追求 有福分是结果 没有众因何来的成果呢 君子物本 一个君子读书人 一个君子读书人 明理的人 一定要把根本找到 本利而到生 而这一些智慧 在老子中的教诲当中 确确实实 是福手及事 都可以 福食及事 都可以找得到 其中有一句 福田心根 福分都是靠这一颗 孝心 善心 感恩的心 才能够招感得来 在于当地很多的同胞 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们虽然在海外 但是对于这么好的 祖宗智慧 念念都想着 如何把它沉船下来 由于这一份孝心 感恩的心 所以在当地的华人 都发展得非常的好 这个就是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当我们有一份使命 要承传老祖宗的智慧 老祖宗的福分 都会保佑着我们 辟印着我们 像诸位朋友 看到我的身材 我们刚刚讲到 看到结果 就要懂得找它的什么 原因 我们说啊 人生一定要活得理智 活得理智 那如何活得理智呢 而我们翻开报纸 看到社会 每一天所发生的 种种事件 包含 父子相残 夫妇啊 互相仇视 以至于很多的战争 斗争 确确实实啊 每天都有 代表着我们现在的人群 理不理智 这样的结果啊 代表都是意气用事 教育当中啊 一定要抓住 教导理智 教导智慧 唯有智慧 才能把问题圆满 解决 以德化人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电视剧 它的结局是大圆满 我们看完以后 内心觉得 非常的平和安详 那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人生目标 可是当我们把目光 从电视 移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处世待人皆物之中 有没有那样的安详感 有没有那样的圆满 有没有 不要再对着电视 留下感动的眼泪 应该要把这一份理智 这一份感动 移到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 让每一出人生的好戏 能够让亲人朋友 感动莫名的真情意 搬到自己的人生当中来演 我们看到这一些社会的乱象 绝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往后在这样的社会当中生存 而面对未来复杂的社会 没有真实的智慧 绝对没有办法走得顺利圆满 假如在五百年前 没有真实智慧 内心蛮淳朴的 这一生还有可能走得平顺 现在人与人的接触 如此的频繁 我们没有智慧去判断 什么话该说 什么人该当朋友 什么事情能做不能做 没有具备这样的智慧判断力 人生迟早会跌到陷阱里面去 我们现在与其担心孩子往后 会遭遇什么样的陷阱挫折 不如现在好好提升他的理智 提升他的智慧 他在往后的人生才能够游刃有余 而建立理智 首先第一点 要从结果当中 把原因找出来 人时时能找到原因 就会活得明明白白 像一般中学生 他非常在意人与人的交往 他希望自己有好的人际关系 那好的人际关系是一个结果 我们要引导他 这一个同学这么受欢迎 他的原因在哪里 假如人只是在结果当中羡慕他人 那一生只会患得患失 到处攀比 这样理不理智 这样一点都不理智 而我们现在的孩子 懂不懂得这样去思考问题 当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人念到了大学 硕士博士 贫步青云 我们看得很羡慕 但很少有人冷静下来思考 他为什么成绩可以这么好 必然都是他懂得勤奋 懂得好学的一个结果 等年龄再增长了 我们看别人事业发展 发展得很顺利 所谓见人善 及师提 众去远 以见机 这一句话 在我们 诸位朋友 手上这一本 地址规里面 地址规里面 每一句教诲 都是人生的理智 对于你一生 都是重要的人生态度 假如我们不懂得 见贤施情 这个态度没有形成 将会形成 另外一种 人生的致命伤 中国话讲 学如溺水行舟 不进 则退 好学 懂得 效法别人 长处的态度 没有形成 很有可能形成的 就是 嫉妒 障碍 他人的 存心 那嫉妒障碍 其实 当这一颗 嫉妒心 念头 起来的时候 谁受害了 诸位朋友 天底下 有一个真相 我们一定要明白 绝对没有 损人 利己 这一句话是错的 损人 绝对 不利己 起一个嫉妒心的时候 谁受害了 自己受害 中国话说 相有心生 嫉妒心重 很刻薄的人 长相怎么样 会不会耳垂很大 然后整个脸是圆圆的 很有福报 会不会 不会 越长越消瘦 这是你看得到的部分 整个身体的细胞 都受他这个意念的影响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已经活到九十多岁的人 然后你去跟他谈话的过程 他处处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顺眼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老人 没有 大部分会长寿的人 都是懂得学习他人 懂得包容他人 懂得赞叹他人 他心品气和 所以才会长命百岁 这要实时把原因看得清楚 你的人生才会活得痛快 活得自在 人生其实最怕活得 糊里糊涂 损人绝对不利己 不只伤害了自己的身体 当我们去障碍他人 已经把自己的福分 折损掉了 这个叫 小人冤枉 做了小人 人生的真相 是立人 立己 当我们起一个念头 称赞他人 肯定他人的付出 口吐莲花 当这一句好的言语 出来的时候 谁先受到好处 有没有一个人在 称赞赞叹别人的时候 眉头伸手 不可能吧 都是内心非常的欢喜 所谓口吐莲花 自己也芬芳 当我们懂得去 称赞他人 无形当中 已经在向他人学习 当我们处处能 欣赏别人的长处 自自然然 就能形成一种 相关而善的团体气氛 互相学习 这个时候就聚了一个 很重要的人生 成败关键 人和 孟子有一句名言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而这一份人和 最重要的 就是从 懂得 关心别人 懂得 肯定别人的人生态度 才能招感来 人和 一个人处处自私 处处 嫉妒 障碍他人 是不可能 有人和的 那我们想到这里了 想想看 我们自己 能不能赶来 人和 我们培育出来的 下一代 能不能 受到 大众的 欢迎 诸位朋友 受到大众的欢迎 跟学历 有没有关系啊 跟身高 有没有关系啊 君子物本啊 根本都不在 外在这些 名相上 根本都在 这一颗 纯心上 从果 推因 把人生的理智啊 建立起来 我们都羡慕 他的孩子 为什么教得这么好 我的孩子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常常在那里烦恼 在那里唠叨 其实 当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已经又跟理智怎么样 被盗 而耻 理智就是 观照一下 你的人生一天 二十四个小时 当中 所起的 思想观念 对你的未来 有没有帮助 假如没有帮助 你还一直在烦恼 这样 叫不理智 这样叫 意气 用事 这样是不懂 赶快 找到 好的因 种下去 而不是在那里 搓脱 在那里 自寻 烦恼 我们自己 理不理智 其实 每一时 每一刻 都可以 观照得到 打一个比喻 一个家庭 就好像 一亩田地一样 我们要把这一个家族 家庭 耕耘好 突然看到 长出来的稻子 品质 都不是很好 我们站在那里 气得半死 然后 看得很不顺眼 拿起刀 镰刀 就把这些稻子 通通把它砍掉 然后继续在那里等 看 这个下一季 会不会长好的 但是等了三个月 再长出来 又是什么 又是不好的稻子 又气得半死 再把它割掉 所谓 远不见 为净 再等 等看看会不会长好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长得好 不可能 因为 种子都是下措 我们自己 都是意气用事 如何教出 有智慧的 下一代呢 这个叫 圆木 求雨 好的结果 绝对不是 在那里 一个礼拜 去拜观世音菩萨 拜一次 就能够求得到的 众音 才能 结果 观世音 要能观到 众人的 需要 在哪里 我们为人父母 要能观到 孩子内心 真正的 需要 在哪 现在的孩子 内心 非常的 空虚 我们看到 很多大型的演唱会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整夜在那里 干什么 我没去过 不知道诸位 有没有 比较有经验 我听朋友讲 整夜两三个小时 在那里 尖叫 叫到最后 喉咙都 撒哑了 为什么 他们要这么做 我们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把原因找出来 他们在生活当中 感觉不到 快乐 他们在学习当中 感觉不到 乐趣 觉得非常的苦闷 回到家里 没有幸福的感觉 当一个人回到家里 没有幸福的感觉 他只想 离开这个家 去找到 能够认同他 关心他 我们要把因找出来 而他们觉得 到了这些人群当中 在那里尸吼 可以发泄一下 自己内心的苦闷 去那里的时候 这一些年轻的朋友 跟他都是 字同道合 字同 什么字啊 挥霍人生的志向 和啦 当孩子 他内心没有智慧 他又活得很苦闷的时候 特别容易 交到不好的朋友 我们这一生 并不是身旁 没有遇到 品德比较不好的人 不可能 但为什么 我们没有 跟他们去交往 没有被他们 错误的引导 那都来自 有一个温暖的家 有一个好的父母 时时提醒你 时时教育你 你才会形成 判断的能力 我记得 在自己的记忆当中 从来没有起一个念头 羡慕别人的家庭 从来没有 那诸位 朋友 你们想一下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 羡慕别人 是不是因为 我住的是豪华别墅 是不是因为 我父亲开的是 凯迪拉克 是不是 都不是 在座 很多朋友的家庭 保证都比我们家 还要富贵 我来自一个 公务人员家庭 我的父亲 是在银行 上班 在第一银行 我的母亲 是小学老师 以经济来看 我们家是非常 平凡的 小康家庭 而为什么我从来 没有去跟别人 攀比物质 因为当一个人 内在很充实 精神层面 很喜悦的时候 这些物质的享受 它不会去沾 都是内在空虚 才借由这些物质 来让自己的内心 好像觉得 比较满足一点 但是那种满足 非常的短暂 非常短暂 记得小学回到家里 一进家门 都还没看到 母亲 就已经闻到 红豆 艺人的香味 早上起床 睡眼心松 下楼来 已经看到 母亲把早餐 都帮我们准备好了 那时候会想到 我们起来就有早餐 那妈妈几点 就已经起来了 这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有时候走到浴室去 正准备梳洗的时候 妈妈在那里洗衣服 然后对着我们说 赶快去吃饭 待会要上课了 这种家庭的温暖 塑造了下一代健全的人格 一个人内心为什么空虚 一个人内心 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占有欲会很强 那都是因为 没有得到充足的关爱 那从小就有恐惧感 有不安全感 等长大一点 跟人相处 他就很有战有欲 很贪心 那我们跟这样的人相处 舒不舒服 不舒服 但是你不可以不舒服了 从果怎么样 推因 面对这样的亲友 我们更应该 多宽恕他 多爱护他 因为可恶之人 必有可怜之处 而当我们人生 常常懂得包容宽恕 那才有幸福的人生 可以过 假如处处 看人不顺眼 每一天都会活得 很辛苦 我跟我两个姐姐 人际关系 都还过得去 在记忆当中 在记忆当中 整个国中 三个年级 我都蛮熟悉的 我在读国一的时候 这个国三国二 这些学长 我都认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姐姐 大姐到我三岁 二姐到我两岁 而他们国中的同学会 都在我们家开 我父母很好客 都很欢迎 他们来 那从小你们家 客人很多 说人际关系很差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人际关系 一定是在家庭 在生活当中 很自然地培养起来 要把根本找到 绝对不是说 现在我们大学毕业了 出来社会工作 了解到 人际关系很重要 才能让你的事业 发展得很好 我们马上 花了一笔钱 去上课 这课便不便宜啊 都挺贵哦 上了三天五天 告诉我们 对人啊 要微笑 要点头 这样你生意才做得好 二十多年来啊 都是没什么笑容 上了五天以后呢 出来赶快照镜子 这样笑可不可以 其实啊 他在照镜子笑的时候 他全身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不习惯 当自己看自己都不顺眼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别人看你会顺眼 出去一看到朋友 啊 很热情 赶快跟人家握手 啊 你好 你好 然后称赞别人几句啊 人家都怪不自在的 这个人今天吃错药了 不自然啊 中庸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这才是人际关系的精髓心法 叫沉于中 行于外 内心的真诚恭敬 自自然然 就会表现在外 而这一份真诚恭敬 必然都是习惯成自然 都是从小开始培养起来 教育啊 一定要越小教越好 当这颗正确的 当这颗正确的存心没有建立 其实他的人生 已经形成很多的障碍 比方我们刚刚讲的 不懂得欣赏别人 都有嫉妒心 刚好我有一位 邻居 他是数学博士 他就跟我提到 他有一个同事 二十岁就拿到博士 二十岁就拿到博士 好不好 当你儿子好不好 看事情啊 不能看外表 只看外表 今序其外 败序其中 现在的人 好目虚荣 确确实实 经营出来的人生 经营出来的家庭 真是跟这一句话完全一样 我们看 夫妻啊 有头有脸 但是你看他眉头伸手啊 为什么 他都搞不清楚 今天我儿子 又会给我搞出什么 名堂出来 那是外面很好看啊 我的父亲就跟我提到 你不要羡慕那些人 开Benz 开B&W 他说这些人啊 很多 下午常常都要赶三点半 因为台湾的银行 三点半关门 他假如没有把这一笔款 赶快汇进去 他可能就跳票了 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要看事情 要看深度 他二十岁拿到博士 我们当然可以了解 他很聪明 他学习状态也很好 但聪明能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 不能 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 聪明的人往往都会 飞来 横祸 他很聪明啊 十次啊 他九次算得准 但只有一次算不准 结果那一次怎么样 就摘掉了 而另外又有一句真理啊 人算不如天算 这个天算是智慧 这个天算是懂得击善 是懂得断恶修善 而不是凭一时间的小聪明 一句话就把事情啊 搪射过去 那是真的解决了吗 解决不了啊 像我们在教书的时候 小朋友没写功课 编了一套谎言 聪不聪明 聪明啊 他解决问题了吗 他这一个聪明 已经毁了他往后 人生的态度 他都觉得啊 可以掩饰 可以逃避 找借口 他绝对不可能有 真实的学问 实力出来 现在的孩子太聪明了 我们当老师的 还真辛苦 常常要像福尔摩斯一样 当个侦探判案 常常遇到一些家长 甚至于是当爷爷奶奶的 他们都说一句话 我听了都很紧张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哪句话 他说 我三岁的孙子 好聪明哦 我听了都忍了 汗直流 因为聪明属于三岁小孩 就麻烦啊 他都懂得 察言观色啊 他都懂得 爷爷的底细到哪里 妈妈只要我说什么耍乱 他就会就范 他一清二楚啊 我们为人长辈啊 要懂得 孩子的一言一行 形成习惯 对他往后的人生 都有最直接的影响 当我们看到孩子的忌妒 你要赶快把他引导正确啦 这一个二十岁的博士 从海外回来 在某一所知名的大学 马上破格 让他当副教授 为什么学校要用他 他知名度这么高啊 来学校我们争光啊 他当了十年的副教授 都没有升教授 写了好多篇论文 他论文太会写了 就是升不上去 后来他把论文 拿来给我这个邻居看 你帮我看一下 我的论文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这个邻居看完以后就说了 你这个文章里面 提到好多位教授 你都是把他们论文当中的缺点 确确实实是一针见血点出来 但是你了不了解 你这十年来 为什么教授升不上去 因为你所有的升教授论文 只要到他们的手上 连看都不用看 马上怎么样 放到旁边去 这就是你升不上去的原因所在 人生最遗憾的 就是死的不明不白 这个死不是真的命运结束 这个死就是你栽在哪里都搞不清楚 你的孩子为什么教不好 你也搞不清楚 那个是很煎熬的 那种煎熬啊 忧能死人老 所以现在染头发的人很多 因为白刀把刀出得太早 这一个博士 他听了以后 皱着眉头 听我邻居给他的劝告 他说道 你换一个角度写论文 你下一篇论文就写说 哪一个教授有什么优点 另一个教授又有什么长处 你用这样来写 他听完以后 脸部很严肃 有点难堪 从他的表情我们就看得出来 他觉得很困难 过了不长的时间 他把论文拿过来 又叫我这个邻居帮他看一看 我这个邻居 这么一看下来 全身起鸡皮疙瘩 觉得称赞得很不自然 你看习惯成自然 诸位 朋友 一个人有好的命运 是一个结果 因在哪里 我们平常说的 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思想观念 有好的思想 才会有正确的处事行为 有好的行为 才会形成 好习惯 好的习惯 才会有好的性格 好的性格创造 好的 好的 人生命运 刚刚 我有提到 我们家三个孩子 人际关系 都还过得去 真的 人生 随着年龄 越增长 越深刻体会 一个真相 父母 父母 对我们的恩德 太大 我们人生 至关重要的 价值观 都升值于 父母的 为人 处事 因为 父母 的爱心 父母的 关怀 我们内心 非常的充足 而一个人 内在有爱的时候 他会 想着 如何 去给予 而不是去 索取 而一个人的爱心 很微妙 越给 会不会空掉 越给 越多 越给 你所聚集的人和 就越充沛 也从这里 我们也体会到 孟子的言语 是真理 爱人者 人恨爱之 我每一次 从海外 从台湾 又到 大陆去 随手 会带一些书 还有一些吃的 以至于 我之前在台湾 教书的时候 也常常 会带一些 吃的 看的 送给我的 同事朋友 他们就说 为什么好东西 都会到你的手上去 来 诸位朋友 好东西都到你的手上 是结果 原因在哪 你手上的东西 不放下 还能再拿东西吗 有舍 怎么样 又有得 而人生 有两个积蓄 一个是金钱的积蓄 存在银行里面 一个是 行善的积蓄 你行善越多 福分就越厚 而这个善 这个福 越布施出去 还会加利息 怎么样 奉还 回来 金钱 早晚有 用掉的一天 金钱 刹那不住 假如今天 遇到一个水灾来了 你可能 十年的积蓄 在一夕之间会怎么样 化为乌有 今天 你生了一个败家子 两三代的积蓄 有可能 毁于一旦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积钱财 积什么 积福报 积阴德 积善行 而这个善行 虽然看不到 但它 时时 都跟在身后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报 如影 随行 你的福分 只要遇到 因缘具足了 这个福分就来 看一个人 有没有福啊 当你遇到 一些紧急的状况 马上会有 亲友来帮助你 你是有福之人 当你平常都不照顾人家 突然跌了一个跟斗 找亲友 没有半个人 没有半个人要帮助你 那就是我们平常 这个行善的银行 没有存款进去 诸位朋友 行善所积的福分 才能够化解人生的凶祸 一个人的一生 绝对不可能 一帆风顺 有没有可能 一帆风顺 五百年前 还有可能 现在不可能 外在的诱惑 太多了 而当凶祸来的时候 诸位朋友 你有把握 你绝对可以 逢凶化吉的举手 诸位都是老祖宗的好子孙 都学到 祖宗最重要的一个人生态度 叫满朝损千寿意 人生要谦虚 厚福无穷 我问你们 你们都不敢举手 你们已经在基辅了 有的话都不好意思说 这个问题很重要 当你自己都没有把握 逢凶化吉 其实你哪有一天 是过得很平安 很幸福 常常都有烦恼啊 常常都很担心啊 我的身体会不会变不好 我会不会出现什么状况啊 当人有这些烦恼的时候 你的理智提不起来 你人生的潜力 才能出不来 理得才能心安 当我们明白人生的真相 要断恶修缮 自然能够逢凶化吉 那你每天都会过得很充实 过得很自在 而这样的人生态度 我们交给孩子了没有 交给下一代了没有 很重要啊 人生该思考的 要思考 不必要的烦恼 要放下 那怎么样衡量 一个人 是不是 在理智当中 而不在烦恼当中 很简单 我们思考一下 你每天想的事情 跟圣贤的智慧 相应的部分 叫理智 跟圣贤智慧 不相应的部分 叫烦恼 叫意气又是 那这个很重要啊 当我们思想是不对的 又在 你家里面这一亩田当中 种下错误的种子 你当然收割不到 好的道子 你说蔡老师 有这么夸张吗 当为人父母烦恼多 很消极 你纵使不说一句话 请问你的孩子 有没有感染到 有没有 没有 一定感染到了 因为这是潜移默化 我自己回想一下 小时候 父亲今天高不高兴 你知不知道 一亲二楚 父亲今天很严肃 我们一定 一句话也不敢讲 都感觉得到 那一天 刚好有一位妈妈 在责备她的孩子 她讲了一句话 她说 我看到你就碍眼 刚好我在啊 我马上把这一个母亲 请到屋外去 我对着她说 你这一句话 我在我 十多年的 家庭生活当中 我从没有听过 我母亲说一句这种话 这种话叫 情绪发现 交给孩子什么 交给孩子 意气用事 这种话讲多了 孩子有没有信心 没信心啊 她会觉得 我在这里都给父母爱言 她很消极 很悲观 真的 我的母亲 在我十多年的 家庭生活里面 没有讲一句 情绪化的言语 我们今天脾气好啊 因在哪 在父母的身教啊 常常很多家长 跟我们见面 第一句话都说 哎呀 我的孩子怎么都讲不听啊 其实这一句话 就是关键啊 孩子都讲不听 有没有道理 很有道理啊 各位朋友 我们问问自己 我们讲得听吗 来 今天你上师 讲你讲得听吗 今天 开会 上师都迟到 然后呢 对着你们讲 你们不可以迟到哦 迟到我给你扣薪水哦 然后你 敢怒 不敢言嘛 服不服气 他都用讲的 他都用讲的 没有用做的 这样教出来的孩子 跟下属 只有一个结果 杨凤 英伟 我们的孩子下属 假如杨凤英伟 不要骂他们 该骂谁 骂自己 这个叫 理智啦 理智当中啊 有一句 很重要的话 各位朋友 这些言语啊 这些 真理啊 我念书 念了二十多年 都没念到过 主位朋友 我不是不想学啊 我是没机会学啊 一个人一生的 成败 总在 欲缘不同 念初中的时候 在我的记忆当中 大半都是 跟考试卷为五 平均一天 考几科 考几科 看大家的表情 好像都比较没有经验 我告诉大家 一天平均 应该考个五六科 跑不掉 这样过了三年 有没有幸福可言 幸福 绝对不是 等到 你有了学历啦 你娶了个老婆啦 你有个房子住啦 你从此就过着 幸福快乐的日子 这个叫悟导 幸好我以前那些 童话故事看得不多 这还有点庆幸 这个叫塞翁师马 我从小不喜欢看书 那一些 缠绵翡彻的 爱情故事 没看过 所以也交不到女朋友 因为不够浪漫 什么叫浪漫 浪漫就是 因误解而结合 叫浪漫 最后就因了解而分开 一个婚姻生活 怎么是凭借你的甜言蜜语 可以走下去的 错啦 错啦 认知不到 我也认知不到 我对爱情的认知 就是从那一些 给我一杯忘情水里面来的 各位朋友 我们让我们的孩子 人生绕了多少弯路 你都算不清楚了 当他在听这些 谜谜之音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引导他 有没有保护他 当这些情势 在他的心中 无法逝去的时候 你说他读书能用功吗 难啊 这都是我刻苦迷心的经验 所以本来高中考上高雄中学 还算不错 后来高中三年 一直想要交女朋友 可是又不会讲好话 所以三年 虽然都没有追到 但人生的三年黄金岁月怎么样 耗损掉了 损失掉了 后来遇到圣贤的教会 才了解到 一段婚姻能经营好 情感只是媒介而已 有没有道义 有没有恩义 才能够白头 偏老 这些爱情故事里面 有没有教这一句 这个教 该教的没教 不该教的教一堆 颠倒啊 这个时代 颠倒的现象 不深 美举啊 我们教书的人 师生关系 应该是 学生 要有 受教的态度 所谓上等学子 能接受老师的折磨 忍耐上进 这是上等 中等的学子 能接受老师的鼓励 奋发图强 这是中等的 下等的学子 能接受老师的赞美 爱中成长 他要哭的时候 你还要给他摸一下 别哭别哭 慢慢来 这是下等学子 还有一种叫略等学子 什么都不能接受 世事叛逆 好 各位朋友 这是一句经文 一句教诲 今天我们念的经文再多 假如不拿来自己的身上 观照 例行 背得再多 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不只没有 不只没有帮助 还有坏处 很多人说 书读得越多越好 不然 第一个 读的书 是正是邪 要先判断 假如邪书看多了 思想混乱 各位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所有忧郁症的人 是在耕田的农夫 还是书看很多的人 你去调查一下 你有没有看过 一个字都不认识 然后得忧郁症的比较少 往往都是骗染群疏 然后他说 这个人讲得对 那个人讲得也对 我受不了了 这些现象太多了 我们在台湾 看到一个心理学专家 专门解决人家 男女夫妻问题 常常都上电视 非常红的一个人 后来经过没多久的时间 他被他男朋友杀了 读位朋友 他所学的那些东西 是真理吗 那不是真理 他所学的那些东西 都是情事 都是感情用事读 而不是理智 在近代所积累的书籍 大半都是情事 都是情事的书籍 都不是真正的智慧 而因为我们这个时代 都不是学真正的智慧 人生才会走得这么坎坷 社会才有这么多的乱象出现 我们对事实的真相 要懂得圣诗 要深入分析才行 我有一个师范学院的同学 从小他妈妈就把他堆到 丢到书堆里面去 在初中的时候 很多整套的书籍都看完了 后来他跟我同学一年 之后又在同一个县里面教书 跟我有很多的接触 当他遇到他生活当中 处世待人的疑惑 他都来找我 我常常孟子孔子 一句话出来就解决了 他在那里晃半天晃不出来 经过很多次对谈以后 有一次他就跟我讲 他说李旭啊 我真的很想把你的脑袋 跟我换一下 他根本找不到人生的理智 常常都在那里 换得换失 傲伤 那很辛苦的 每一个金句要拿来观照 要拿来例行 这样才有可能 以身教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以身教 以德行 来感动我们的下属 这才是对的方法 那刚刚这一段 上等学子 中等学子 下等学子 上等是能忍受折磨 中等 是能接受鼓励 下等要接受赞美 来 诸位朋友 你属于哪一等的学子 当我刚刚讲这一段话 你马上想说 我儿子是哪一段 你已经错了 真的 人现在都错在哪 错在根本上面 我们在海口办第一期的五天课程 有一个家长 他刚好去饭店 看上面很热闹 他好奇就跟上来 跟上来以后 他跑进我们会场 刚好看桌上放了一本 现在诸位朋友手上这一本书 他说儿童经典 教师讲习手册 这个给儿童学的 他就走了 一个人错误的观念 就把你一生好的缘分 断送掉了 在唐朝时候 有一个读书人 叫白居易 他是耳熟能详的人物 他晚年 学习佛法 学佛 而这个佛制 我们也要一开始 就有正确的认知 一开始认知错误了 就会被这个错误的认知 耽搁延误 中国在近代 这一千多年 都是接受 辱道士 三教的教诲 中国讲 辱家 道家 佛家 而这个家 就是教育 成一家之言 来化名成熟 能教化人民 改善人心 有善良的风俗 这个叫教化 一千多年来 我们炎黄子孙 受到这个教诲 相当的深刻 深入 那这个深刻 这些好的 文化熏陶的痕迹 在我们的身上 很难看到 但是在 45岁以上的人身上 看得到 我们杨老师是46岁 我本来要讲50岁 我再想一下 在40多岁以上的人身上 看得到 40岁以下的人 几乎看不到 我在秦皇岛讲课的时候 我问了一个问题 当你拿到一个最好吃的食物 你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诸位朋友 看自己 要看得清楚 怎么看呢 看第一个念头 你看到 这一个人第一次跟你见面 他有一点秃头 你又不喜欢秃头的人 你马上第一念就厌恶他 那就是我们内在 有好恶之心 大学里面讲 心有所好恶 身有所好恶 则不得其正 我们的心就偏颇了 就不是在理智 不是在真诚当中 要看第一念 第二念第三念就不准 你第二念想说 虽然他秃头 但是我要跟他做生意 所以我要微笑 那个叫虚畏 看第一念才会准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想 马上说 前面有一个年轻人 三十来岁跟我差不多 他马上说 赶快吃下去 隔了三四排 有一位女士 四十岁左右 她说给儿子吃 我们每一次假课 一定都会有这些善人 来成就这个法源 你不要担心说 好答案都不会出来 好人很多的 最后一排 有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 她讲出了一句 让在场的人 都很惭愧的话 她说 给父母吃 各位朋友 当这一句言语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人不感动 有没有人会说他错了 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 一个不孝的人 他刚好今天 买水果给他妈妈吃 你马上说 哇 你好孝顺 他高兴得不得了 你面对一个很无礼的人 你在喝茶的时候 都会端一杯给他喝 他高不高兴啊 他也很高兴 他会不会骂你 你对我那么好干什么 人啊 有一颗真心 他是好善好得 只要有人做出来了 他看了没有不欢喜 但是为什么他看了欢喜 他没有跟着做呢 不是他不愿意做啊 三字经告诉我们 狗不叫 信乃迁 因为他没有得到圣贤教诲 这个善良的心啊 没有引发起来 又染上了很多坏的习性 被这些习性牵着鼻子走 无法自主自己的人生 有一句话常说到 人生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这一句话叫 自欺欺人 这句话都很好听的 一个人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一个人没有智慧 年龄越大越无奈 是不是这样 你没有智慧 人生就会下错很多的抉择 到最后这些错误的抉择 都还得自己去收拾 越走越沉重 越多后悔 常常很多时候 这句话本来就是不应该说的 这件事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做 我怎么又做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那就是我们的人生是交在习性的手上 而不是自己的手上 而我们人生这一个遗憾 要不要再让我们的孩子继续承受 要不要 这样才是有良心的父母啊 才是有良心的老师啊 在这三个不同年龄层 所讲出来的答案当中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结果推因 什么时候学习啊 一切时一切处都是学习 而我们对于学习的认知 一开始就错了 我们觉得书本打开叫学习 而学习的成果在哪 在哪 在考试卷上 这样的态度啊 把我们好学的心整个阶段 考卷可以写对 绝对不能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 对 绝对不能乱丢纸屑 对 考试都98分100分 记得在小学初中考这个生活与伦理 每一个人几乎都是90分以上 在那里对来对去 你几分98分100分 有没有用 没有用 听说在中国人住的地方 只要你要爬山迷路了 不要担心 只要跟着垃圾走 就可以找到出路 这一些结果 都在在告诉我们 为人父母 为人老师 不要再自欺欺人 你教育好你的下一代 不是在这张考卷上 在他的纯心上 在他的一言一心上 常常很多家长就说 我儿子气死我了 都不会替我们着想 比较自私 我累了渴了 也不可以我端杯水来 常常都跟我们抢电视看 念了一堆 念完以后又说 不过我儿子说 他长大以后 要买大房子给我住 买大车子给我开 我听了很高兴 全世界两种人最好骗 你们认不认识 一个就是父母 一个就是老师 谁会甜言蜜语 不是男朋友会甜言蜜语 现在是小孩很会甜言蜜语 他几句好话 就把他的过错怎么样 掩盖住了 你好多教育他的机会 都丧失掉 你还会觉得 这个孩子反应真好 真可爱 他犯错了就给你装个可爱的脸 妈妈不要生气嘛 你就不气了 他会不会孝顺你 在他的一言一行 就看出来了 在他有没有父母乎硬物环 父母命 行物懒 会不会孝顺在这里看 而不是他的好话 他连父母乎硬物环都做不到 你还期望他 以后孝顺你 那叫吃人 那叫做梦 人生确实要懂得判断正确 我们看到 这三个不同年龄层 讲出不同的答案 第一个讲 赶快吃下去 而他的学历是在三个人当中 最高的 各位朋友 看到颠倒了没有 颠倒 当我们看到颠倒两个字 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你们直接告诉我 这样才会准 第一念 当我们第一个念头是 我先生很颠倒 我的上师很颠倒 我的儿子很颠倒 我们这一念也叫颠倒 不叫理智 学习在哪 在一个起心动念处 你懂得关照自己 就已经在提升自己的学问了 这个叫会学 刚刚刚好有工作人员 临时有事要办 他们站起来走出去 我看到大部分的朋友 非常地专注 完全不受影响 这个叫立身行道 你们做到 你们做到地址规里面的一句经文 叫 读书法 有三道 心眼口 信皆要 今天我们要让孩子人生幸福 最重要要学的四个字 做人 做事的能力 而做人 做事 这个专注重不重要 那是成败关键 学习贵在专注 做任何事情 都一定要专注 才会有所领会 才不会把事情 作杂了 而这一句经文是告诉我们 读书的时候要 心到 眼到 口到 要很专注 那难道是读书的时候 才要心眼口都到吗 孔夫子说 要举一 反三 那因为现在 社会的复杂度 快速增加 我们现在要能 举一 反三千 三不够了 闲南话叫 美乎七 举一 反三千 才行 除了读书以外 任何 我们处事 待人 接物当中 都应该专注 而这个专注当中 又涵盖着 一种恭敬 在里面 今天 当我们在听课的时候 有人一走过去 我们马上眼睛就飘过去了 然后飘回来的时候 蔡老师在讲哪里 不知道 那你们看我的样子 又这么瘦弱 我这么瘦是结果 原因在哪 你看 什么时候学习 我今天看蔡老师这么瘦 我就明明白白 我就学到一个学问 我在初中的时候 因为太注重分数 换得换失 有一次考试考了98分 哭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来三年级要毕业 我们同学给我写回忆录 其中有一个同学 就画了一个小男生 在那里哭泣 他还记得我 初一的时候 考了98分 哭了好一回 还打电话给我爸爸 看得出来我很脆弱 所以不要伤害我 还是我爸爸跟我说 没事没事 没什么关系 安慰我 我说我这个 本来的人格特质 假如没有遇到 这么好的父母 我这一生 最有过受了 透过父母的教诲 才把很多先天的习性 转了过来 为什么对分数这么看重 得失心太重了 很容易紧张 每天要考那么多试 胃就受不了 初中的时候 还是家人给我送稀饭来 那紧张理不理智 理不理智啊 不理智 我考大学的时候 我们家里的人都知道 我很容易紧张 我姑姑刚好 她先生在银行 不是 在医院上班 各位朋友 你看我的亲人 各行各业都有 我姑姑特别疼爱我 她怕我紧张 给我拿了两颗镇定剂来 她说呢 我怕一颗不够 这样叫以备不食之需 拿了两颗 到十一点多啊 没办法的 吃了一颗 快一点的时候啊 还是睡不着 第二颗再吃下去 还是一夜未眠 眼睛还是瞪得很大 就这样啊 去考试了 每一次考试啊 我都觉得很过意不去 因为都是全家总动员 连两个姐姐都陪去的 进了考场 遇到一位同学的妈妈 她非常热情走过来 对我两个姐姐说 哇 你们两个妹妹真不简单 陪哥哥来考试 各位朋友 到现在为止啊 我的姐姐跟我走出来 还是当我妹妹 但是已经慢慢拉近了 因为我已经停止苍老 各位看到我的面容啊 比三五年前还要年轻 因为啊 忧能死能老 在高中的时候看起来啊 就很像二十多岁了 我记得我大学一年级啊 跟其他学校的女同学啊 出去联谊 然后彼此啊 在那里交谈的时候呢 我这个人又不知道自己有几两重 这个叫不自量力 自取其入 我就问她 你猜我是几年生的 结果她很认真地想了一下 她说啊 你一定是六十八年次的 我是七三年的 我就很痛苦 怎么猜我这么老 我说你再想一下 她又沉思了一下 然后她说 难道我猜得太年轻了吗 假如你不希望你的孩子 内心受到这么大的创伤 你现在就要把她人生的态度建立好 现在他们不会猜我很老 他们都会问我 蔡老师 你如何笑得这么灿烂 人生的变化很大 总在欲的缘分不一样 那我是比较容易紧张的人 后来第一节考试啊 考卷发下来十几分钟 我突然体会到 那个药很有效 国文没考及格 我的厄运连连 所谓祸不担心 而祸从哪里来 新来 二十多年来 人生走的不算是很顺势 很多人都问我 你为什么有动力 这样持续去弘扬中国文化 而且啊 从没有听过我 有什么厌倦 什么辛苦的言耻 没有 他们反而觉得 我人越多的时候 越有精神 我跟这些朋友提到 我自己在教书的时候 我已经让我的学生 开始读诵这些圣贤的教会 常常啊 走在校园里面 听他们读着 文欲孔 文过心 质量是 见相亲 亲所好 力慰聚 亲所悟 仅慰聚 身有上 宜亲忧 得有上 宜亲修 这些孩子 在十来岁的时候 读这些经句 他们的生命 得到相当好的滋润 而当他们学了这些经句 他是马上去做 因为他还没有染上坏的习性 而我们现在长大成人 以至已经为人父母 再来读这些经句的时候 跟孩子的状态一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在念的当下 有多少的遗憾 得有上 宜亲修 几十年来 让父母超了多少心 那不是我们愿意的 但是没有理智 没有智慧 身有上 宜亲用 亲所悟 仅未去 我们的身上 还有多少的坏习惯 令自己的亲人 还在忐忑不安 而我们面对这些坏的习性 能不能马上放下 当然要马上放下 那都是一段 那都是一段 抗争的过程 都是一段 对峙自己习性的时期 而我们会遗憾的 这几十年来 伤了多少人的心 记得我从高雄开车到台中 我带了两本第十规 因为我念的是台中的大学 在台中住了六年 结识了不少好朋友 其中有一个朋友 我跟他结拜 我都叫他大哥 他姓汪 这个汪大哥 他七月份也到了桃园 听我讲了五天的课 我这个大哥听完以后 因为我在送一些学员离去 他没有跟我谈太多 他就去坐火车了 在火车上 他给我打电话 他第一句跟我说 他说你要把身体照顾好 第二句他又说 他说你肩上不会再那么重 以后的路 大哥会陪你走下去 我跟这个结拜大哥 常常在讲电话的时候 两个大男人 在电话的两头 掉眼泪 所以我从这里就体会得到 真情绝对不是 男生爱女生才有 人与人当中都有真情 都有真意 而且男人跟男人的真情真意 比较不会麻烦 男人跟女人的 假如不是真正的智慧 那就累死人了 那时候我自己在小学校 我就赶快拿着这两本 到台中找他 他的女儿一个二年级 一个四年级 我们在餐厅里面坐下来 饭都还没吃 我已经等不起了 开始了 弟子会一句一句跟他讲解 父母乎应勿还 这一句话虽然只是一个动作 但是影响一个孩子甚深 假如一个孩子 连对父母都不恭敬 他这一生已经毁掉了 各位朋友 你说 蔡老师你讲话太夸张了吧 我讲话一点都不夸张 当他对父母不恭敬 请问他这一辈子对谁会恭敬 孝经告诉我们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不恭敬他的父母 而对其他人很恭敬 这个叫背离 违背 礼禁的态度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背德 他不爱护他的父母 但是 去爱护其他的人 这也是不正常的 这不是从德行里面流露出来的 这是从厉害心出来 因为你对他有利益 所以他现在对你好 改天没有利益了 他会马上翻脸 不认人 那一个孩子的恭敬心 是他学问的根本 学问从心态求来 一分恭敬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 他没有了恭敬心 老师讲解的内容 教诲 他就很难好好去领受 相同的 往后他出来经营事业 他只要不恭敬 有傲慢 再大的事业 也都会垮下来 因为他对人不恭敬 慢慢地身旁的人 众盼清理 寻子有一段话 很值得大家思考 百事之城 所有事情的成就 百事之城 必在尽之 必是在恭敬 必在尽之 其拜也 所有事情的拜上根源在哪 其拜也 必在慢之 他没有恭敬心 傲慢 傲慢了就会瞧不起人 就会自视甚高 那迟早 跌下来 那你看 这个恭敬心 是成就一个人 人生的根本所在 不得不交啊 我这样一句一句 讲下来 讲到一半 我突然 悲从中来 就哭起来 止不住泪水 过了三分钟左右 我缓和了一下 我的大哥跟我说 他说 我听大学教授讲课 也没有人讲成你这个样子 可以讲到痛哭流涕 我接着就跟他讲到 因为 刚刚很感触 假如我的求学过程当中 有老师肯把地址规当中的教诲 教导我 我就不会做出啊 令父母伤心的事 令一切 爱护我 提惜我的人 难过了 而 这些亲人的 伤心难过 能够弥补吗 很困难 这些爱护我们的人 我们报恩 我们 孝敬都来不及了 哪还忍心 做让他们 伤心的事 人生有这样的遗憾 我们不希望 下一代 我们的学生 再走人生 这样的弯路 这是啊 推动我们的 一个动力 人生啊 不求什么 求个 问心 无愧 人生哪有一样东西 带得走 带得走的 是一份 让自己觉得 走这么一招 没有白来 而一个人一生的价值 什么时候看出来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间 由你的子子孙孙 感念你的德行 效法你的智慧 那你这一生有价值 你离去的时候 这一生跟你有缘的亲友 都很惋惜 都很感恩 这样的人生 走对了 假如我们 走的那一天 听不到 珍惜 听不到 感恩 听到有人站起来说 死的好 那这一生怎么样 白来啦 甚至于还造了 无量无边的 罪过啦 那诸位朋友 当我们听到 一个人的价值 看你离开的时候 别人对你的评价如何 那就是你这一生的价值 那你不要听完以后说 好 我就等着临终再来看吧 这个你又没有举一 反三千 会学跟不会学差很多 圆距 圆善 当我们生命结束 是一个圆结束的 而我们这一生 又有多少的圆 积累出来 你到这一个学校 服务了五年 当你离去的时候 这是原善啊 而这五年 你有没有价值 看得出来 这五年当中 这些教过的学生 对你非常的感念 甚至于是感谢你一辈子 这一些同仁 都非常的舍不得 因为你 只要出去旅游 回来 都给他们带好吃的 带好喝的 你有任何教学的体悟 好的资料 都很无私的 跟他们分享 那这五年啊 你活得非常有价值 我们要深思 当我们现在离开这个单位 是有人感恩 还是有人觉得走得好 你在当下就要活得明白啊 这个叫关照自己的功夫 我们刚刚讲到 很多的观念颠倒 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错了 但是一错又没有遇到好的缘分 让我们的态度扭转过来 错误了二十多年 不只耽搁了二十多年的岁月 还积累了二十多年的错误 要收拾残局 俗话讲 后悔后悔啊 都是后面 才来悔 这一个家长进来以后 看了这边手册就出去了 我一上台 跟在座的老师提到 这个唐朝的白居玉 晚年学佛 而学佛讲简单一点 就是学当一个明白人 不当一个糊涂人 假如从这个义礼来解 那诸位朋友 你要不要学佛啊 要不要 那当然要当个明白人 而我们历代 这一些君臣 这一些帝王啊 都是读圣贤书 都受啊 三教的教育 雍正皇帝有一篇上誉就提到 这鲁道士三教 礼同出于一元 他们所阐述的人生真理 都是从人的真心 人的善心流露出来 殊土同归啊 都是劝我们要转恶为善 转迷为物 转迷成圣 道并行而不相悖 这三教的教育啊 相辅相成 绝对没有矛盾冲突 由于这些领导者啊 有这样正确的认知 我们这一千多年的人民 有福分 接受这些圣教 那白居也很好学 他到了一间禅寺 要请教 如何学佛 那时候有一个高僧 叫鸟克禅师 上了三 他对鸟克禅师提到 应该用什么态度 来学习佛法 鸟克禅师讲了一句话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白居念的书多不多啊 多啊 比我们多太多了 听了这八个字以后 白居一笑了 他说 三岁小孩都知道 禅师接了下一句 八十老翁 做不得 三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 八十岁的人 都不一定做得到啊 而我们在这样的时代 要认清事实真相 弟子归 纵使我们已经六十岁七十岁了 都不见得有做到 所以我的师长说啊 八十岁以前还没学 都要怎么样 从这里开始学起 有一位朋友啊 将近快六十岁 带着他二十多岁的孩子 去听课在上海 他听完以后 只听了第一天 我们是五天课 听完课要吃饭 他站在饭桌旁边 非常激动 他对着我们整桌讲课的老师说 他说 我今天听了一天课 终于明白我修行修了这么多年 一直修不上去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因为我的孝做得不扎实 而孝是德行的大根大本 另外一次在杭州讲课 有一个七十岁的老先生 过来以后 跟我说道 他拿着那一本第十规 对我说 他说蔡老师啊 人生第一课 我现在才开始学 白居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学问贵在能够力行去做 而不是背多少 而纵使从小认知的真理 我们都要活到老 学到老 终生奉行 假如这个家长说 你们教的这些都是小孩学的 你叫孩子要讲信用 结果你不讲信用 我们叫孩子要孝顺父母 结果我们自己对父母讲话大小声 那是绝对不可能 能把自己的小孩教好 人生遗憾没有用 所谓要转悲愤为力量 要转烦恼成智慧 我们人生没有办法供逢圣教 现在还为死不晚 有开始就不嫌晚 而我们要成就 我们下一代的子孙 要让他们从小 就能够扎好智慧的根基 而上行下校 我们的态度学习正确了 才能够把他们教好 好 那早上的课我们先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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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Macféu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